那么这里边呢 共产党的出名的将领有非常多 你比方说黄埔一期里头有陈庚 林彪呢是黄埔四期 后来中共这些高级将领里头呢 好多都是黄埔军要出人 聂荣珍当时是教官 叶剑英是教官 周恩来是教官 徐向前是黄埔一期 这我说的是指老帅和大将里头 那至于后来你像这个什么上将 中将 少将里头 黄埔军要出了那就相当多了 国民党那边更是多如牛毛 而且蒋介石那时候开始就注意扶植自己在军中的势力 他一点点把那些教官呢 像陈诚啊 刘志啊 像这些教官 像顾铸彤啊 前大军呢 蒋鼎文呢 团结在他周围 所以后来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军事力量当中 力量最大的一支 这可以说得益于他自己的黄埔系 你看后来蒋介石带领的这个黄埔系 成为中央军 所以他为什么他能掌握国民党的核心权力 这跟他掌握黄埔系的强大力量 是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黄埔系出来的很多都听命于他的 你像是胡宗南呢 像这个张志忠啊这些 哎 那都跟着讲的是干了多少年 聂荣珍 叶剑英 徐向前 接着 中央军事力量的